眼前这个洗衣场的遮蔽 丑石斑斑 屋顶还被台风吹先了一半 这里是位在石门区 石门岭80的天然洗衣场 一直以来附近的居民 都在这条溪流洗地衣物 而驱公所也贴心的搭建遮蔽 让洗衣的居民都能够遮风避雨 但是经历上个月的风灾破坏 现在民众洗衣服不但备受日晒雨淋 还要担心剩下一半的袖石屋顶 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造成整个洗衣场 整个屋顶都被掀掉了 造成这里居民在生活上很大的不方便 我们也请公务客 去公所公务客那边来会看过了 希望能尽数把它修复完成 已经很久了嘛 这都后期了 应该来修理一下 不然今天 孩子三个 孩子在这里拿着鸟鱼 怕危险 拜托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屋公所 来修 修夹一下 可疑到安全的问题 目前民众都挤在前面 较小了洗衣场洗衣 但狭小的空间 要挤下八户人家 实在是非常的不便 当地理长表示 为了让民众 可以恢复遗忘的生活 希望公所能够尽快修复 而居民也表示 除了洗衣之外 附近几户人家的小孩 也会在这里细水抓鱼 为了大大小小的安全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协助改善 我们十分里山上洗衣场在树立台风的屋顶把他先毁掉 那我们现在已经会看完毕了 那现在在规划设计当中 我们会尽快来做一个施工 让民众能够尽快能够回到那边来做洗衣服 不会受到风吹日晒的影响 让民众有个更方便的洗衣场所 其实在台风过后 相关单位已经前来勘察 但由于灾后多数地区需要诊件 洗衣场的修复工程也因此延宕 而区长也表示 目前的复原工程已经开始着手进行 未来一定会还给居民一个舒适安全的洗衣环境 记者许端一 廖品涵 石门采访报道